接下来带您关注 目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 继续留在北京朝阳医院 他在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中国政府日前答应 帮他处理到美国的签证 但是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 陈光诚留在美国大使馆内 可以解决促进中国的人权问题 而陈光诚出国 反而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截了扣子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 傅希秋向德国之声透露 陈光诚在出逃中 右脚有三处骨折 目前治疗中 法新社报道 因为腿伤导致行动不便 陈光诚已经要求官员 代办他本人和妻儿的出国护照 如果进展顺利 出国已成定局 但目前陈光诚的朋友和美国官员 都被禁止到医院探视 对于陈光诚赴美的关键点 傅希秋认为依然在中方 他表示完全取决于办理护照的进展 傅希秋说 陈光诚不安全落地美国 其间都有可能发生变数 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 已经准备好 如果中共当局白天给陈光诚护照 夜里就可以办好签证 如果是陈光诚 他一直待在美国大使馆里面 那么他留在国内 应该是对中国的人权发展和其他方面 都会起到一个促进作用 但是他一旦卖出了美国大使馆 这个优势就不存在了 因为他连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障 因为这个中共他向来是不讲道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认为 让陈光诚去美国 等于是帮周永康解了扣子 据中国独立评论人士 莫知许对外界的披露 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 已经被刑事拘留 目前关押在宜南县看守所 观察人士说 山东地方当局 目前可能正等待中央指示 在陈光诚出国后 再处理陈克贵案件 莫知许告诉美国之音 陈克贵 可能早就遭到警方刑拘 中共当局担心案件 会影响陈光诚事件的处理 因此迟迟不对外宣布 新谈列室陈翰 参谋道